1932年 晋侵中国东北部的日本军队南下向上海发动攻击 中国军民奋勇抗敌 不过由于日军在武艺方面占了优势 上海经过连续多日的炮轮终于失守 在这场激烈的战事里面 上海居民伤亡惨重 而日军也付出很大的代价 1965年1月4日 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闭幕 总理周恩来在今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一次提出了 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不是太长的历史时期之内 将中国建设成为 一个具有现代农业 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 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港府发言人在1969年1月透露 由于本港人口增加迅速 大部淡水湖的泉水量 到了70年代中期 就会不负应用 所以计划在西贡梁船湾 建立一个更大的淡水湖 建筑费用达到13亿元 这个新淡水湖就是万宜水湖 储水量505亿加轮 使本港总泉水量增加一倍 为了配合本港工业的快速发展 当局在1970年初 决定动工牵建 葵冲新货的码头 这个码头位于葵冲填海区海防 规模很大 当局又在码头附近建筑公路 方便货物来往码头 和九龙及新界的工业区 Franz Falk 智能 杀 有 杀 杀